嗨你好這第11張 呃非常難的一張 因為打巨人那邊我沒有要 沒有要用火箭筒 火箭炮 所以就整體難度被拉高 而且巨人那邊很吃運氣 非常吃運氣啊 就是拼耐心的 好到哪裡在講什麼 到哪裡在講哪裡 好這些先賣一賣 火箭炮賣了 然後升級一下 把彈藥量 讓彈藥裝進去一點 我不知道他是 他掉落率是看 被彈數量還是整體數量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我這樣 把彈藥數量拉起來後 好像就 比較容易掉了一點 感覺啦 不過升被那個什麼 升裝填量 也有好處啦 讓包包多一點空間 然後我們射的次數也多 好就走吧這邊 這張一樣全滅啊 這開頭就全殺完了 因為這邊有三個高級箱子會掉 賣格納彈藥 必掉 必出啊 三個位置啦 OK先把他頭點掉了 把他打下去的話可能就會掉東西 如果沒打下去就不會掉 好刷庫 電頭 量到三槍 或四槍 不過很喜歡這三槍 打他瓶子 把他打 打成白癡 放 病 病 蹦 對 或是他可能會變 有他變那個聲音在那邊 咕咕咕咕咕了 OK 打腳 打炸彈 GOGOGO 蹲跑蹲跑蹲跑到樓上 然後去上面要一瞬間 殺死一個 支撫兵 然後再把那電鋸兩發給帶走 頂多投資兩發在他們身上 我都是先打一槍頭然後好像在一槍胸 胸部的位置他們就死掉了 然後走到這邊切線彈槍拉好位置 然後他們擠在一起剛好有炸彈在那裡 如果剛會先拉那個 拉靶的話 他們 就會多掉幾隻 先 掉 幾隻出來 所以那都是要先拉的 要不然 你這些打完再拉他後面還有怪還沒出來 不會一次出完 這樣就可以一起炸 OK這邊剛好沒子彈 然後線彈槍拉距離 打開 然後炸彈可以射了不小心按到換彈 OK 這邊就用手槍點啦 如果這邊手槍子彈點到快沒的話路易斯會給你 但是 他有時候愛給不給的 愛給不給的也很煩 好拉個距離 把他們射開 那麼路易斯先生就擋在那邊想吃子彈 好一穿二穿路易斯 好就慢慢點啊 好我把他點死了 然後這邊身 我原本要蹲了我以為他 他轉一圈攻擊然後結果他是 下 那什麼 有禮貌的那個頭滴滴 好這邊有個爆了 巨槍點 然後我很怕壓那個箱子 因為那個箱子是會掉 麥格隆彈藥的 點 點 地上好多錢啊 OK OK 還有一些小隻的 這樣就殺差不多了 超級多隻 然後我們有發現他手上有那個火焰瓶 如果 我早點發現我就可以不用 再多花時間 在他身上 然後等一下上面還有一隻要殺掉 那個上面那是丟火瓶 要不然等一下很可能會干擾到我們 因為我就被他干擾過 蹦蹦 好是要火瓶了先往上走 然後 那是一開始 我們打死的白袍人 蹦 你怎麼在這尤教授 然後上面的可能掛了 然後走上去打那個寶物 幫藍寶石 然後等一下引 電鋸 去那個爆炸物那裡 然後我們就先站這裡 如果先下去的話他會直接從旁邊跨藍下來 然後上面那是沒死真是 不幸中的萬幸 然後在這邊等啊 先用一個炸爛他的臉 運氣好就可以一起炸 就那些小怪 因為沒想射但是我怕會射那個木頭 就不浪費子彈 OK 等人進來 充分利用資源 然後他 往後轉 戳一道 縮小燈 然後他變小隻 又變大隻了 又變大隻了 哇靠 這個極致生法直接閃過我的一槍 裡面有裝 我刀上面有塗那個 把柯南變小的那個藥 戳一道馬上變小 但他要10秒內長大 我也沒辦法 然後他掛了 YA 抖啊抖啊 地板蹦底 OK 可以走了 然後剩下 還有一隻 那隻打完再把所有槍收回去 然後把 我這邊在看他 就是暗示他 你只能給我彈藥 但他都不給 他一定爆從啊 除非你手槍有剛好爆擊 他就不會爆了 但是 那機率不是你說的算 所以就沒有呢 好 全收回去喔 然後就會刷很多很多 我這邊就可以 我刷到 總共有27發 不是那種 我說加總 撿到的差不多有 12發吧 還蠻爽的 打巨人很需要 因為我現在沒有按火箭筒 而且目前的計畫可能也沒有要用金蛋 用普通雞蛋 沒辦法 誰叫第12章那個 爛BOSS他對雞蛋過敏 隨便一顆就讓他爽死了 雖然那個不會扣血 讓他硬直而已 好 二把剩下撿一撿啊 OK 好 可以走了 然後這邊最煩的就是 我前面打得好辛苦喔 多少 花了多久 花了7到8分鐘左右 好不容易打過 然後結果打巨人的時候就被踢到一腳 因為那個 好 放炸藥回去撿那個 把我們的武器先撿回來 然後這邊蹲一下 因為打那個鐵之巨人喔 現在這裡 我是凱之巨人 他是超大型巨人 然後不講這些垃圾話 就是打鐵之巨人的時候 他會那個 有時候就會一直用走的喔 然後不會停喔 他就一定要踹到你才會停 那個只能用那個 怎樣炸手榴彈 或是 我不知道十字弩可不可以 十字弩可不可以 研 好像可以啦 但是鐵的我不確定 小隻沒穿盔甲的 是可以的 因為那是愛達篇的十字弩嘛 我就沒有拿 沒有拿來用在這裡 我要留到 我要留到第15張用 所以就拿手榴彈炸了 就是 有一次我被打到頭 快掉出來 被打死 對 二十幾次吧 這是我可能第一 這第幾次 創完第幾次了 七八十次應該有了吧 就其中一次 這次過了 然後這次就示範怎麼過了 好先拿獻彈槍 打他四五槍 然後他頭就會 炸開 然後先射一槍 然後另一 掏獻彈 那邊兩隻能帶走就帶走 其實這邊也可以拿 QR7一次那一個啦 一次把他那個 都打完 但是 因為我要抓那個 抓敵人的 下來的時間 所以我就慢慢把他敲爛 好這邊要注意 那就會被瞬移到這邊 這邊完全就是運氣好啊 這邊我只能跟你講 這邊是80%運氣 20%升法 20%升法 10%準度 你要 你要那個跟他猜拳吧 他出什麼招他說的算 好這邊我覺得我要死 然後現在有這個 那個死掉的巨人的亡靈 把我們拉開我們之間的距離 然後剛好炸到他 他就會震一下 我們就可以在那後腳跟到爽 然後加上 如果太... 那什麼... 如果太慢把那邊的小怪殺死的話 這邊還會來一波 很快又會來第二波雜兵 這邊太多細節要顧 我在這邊研究超久 這邊最卡啦 好這邊把他拉到這邊 然後把... 等他把炸彈放上去 等下會出來小怪 先打一打 好不要動 有時候我往前跑就被他踹了 好先把小怪打一打 他不會理我們 先射炸彈就不太好了 我這邊以為我要玩 結果他還是去找路易斯 然後蹦 因為我剛剛那時候爛炸他 差不多就剩四槍 原本他打五槍左右 耶... 你知道我多開心嗎 但是也還不能開心太早 不是U3 是克勞射 因為我之前玩VR打克勞射 在他那邊無傷失敗 差不多快一個... 接近一個... 不是已經一個月了 所以我現在看到他 我就很... 都會手很抖啊 人...人汗直流 直冒人汗 心跳加速 我...我...我那個... 看到喜歡的人 心跳都沒那麼快 看到克勞射的心跳超快 我都感覺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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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了 基本上就是打他我都會很緊張了 因為VR就是會有BUG 有一刀都畫不到他的臉 所以每次看到他 我就覺得我又要被他砍了 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些... 所以我才變得比較... 跟他有來有回慢慢打 所以導致... 有時候... 就算我打過去了 然後還是有... 三四次... 敗在克勞射腳下 要填他腳趾頭 爛 爛壁了 要是沒有打那個... VR的無傷無存檔就好了 那個真的是... 一輩子硬硬 你是個人不會想做的 相信我 沒有人想要... 想要... 在同一個地方失敗差不多二三十次 然後... 每一次都要... 要花將近三... 兩到... 將近三小時才可以到克勞射那裡 想一想頭就很痛了 每天浪費三小時然後到克勞射那邊 你還要看你... 運氣好不好才能過 然後這張就... 變成巨人看你運氣好不好才能過 然後克勞射那邊就不是了 可以... 就慢慢打就好了 但我總是會被他打 但是在巨人那邊... 在... 這關在巨人那邊衝來比較多次啦 因為真的很靠運氣啊 要手流彈在那邊拉距離 還要看他... 看他心情怎麼出招 他一直往... 往你那邊走 那就... 有點完蛋了 除非你那距離剛好夠用手流彈拉距 啊啊啊這邊就是... 老舊樣子啊 射...射爛他們就好了 這相比前面那些變比較難的 這邊就很像... 隨時速了 因為這邊沒什麼改啊 就射就好了 雖然我還是有失敗一次啊 我彈藥量算錯然後被電鋸劃到一刀 等一下無傷失敗應該就有了 我就沒有錄太多片段了 因為我硬碟快不夠用 我覺得我需要買一個5TB外接硬碟 要不然... 要不然以後新影片都不夠塞了 Left turn 這邊就是熟到不能再熟了 我這邊還可以邊看影片邊玩 這邊還可以偷射礦車刷一下準度喔 看看個人 要不要 我這邊很怕打到那個火筒就沒打了 放... 放... 冰... 放... 冰... OK 很簡單 我覺得這邊主要要注意就是 電鋸那邊控好彈藥量就可以 比較好跟他打 把他打爆了 剩下都是... 肌肉記憶啊 這邊就沒什麼好講了 你只要玩過遊戲就好了 就知道這邊是怎樣 這樣子 那樣子 這邊第一段結束了 這邊比較主要的一點就是 這邊有獨角仙喔 OK OK This it 會那 左邊獨角仙 他是因為... 因為我靠獨角... 獨角... 獨角... 獨角仙... 比較近所以我才撿 然後這邊我把他們全殺完 因為我要撿一下東西 主要是能打過的巨人 我都覺得我打架要變很小心了 因為沒有用火箭砲打他根本就靠賽啊 第一次玩... 玩這遊戲已經... 已經一千小時 我還是不知道那個鐵之巨人 那個腳要怎麼閃 我是有閃過幾次啊 但是那個很刁鑽那個距離 就是... 他快要踢到你的時候 然後剛好... 然後用走的 然後再鑽過去 成功率只有20%吧 因為我就成功兩次而已 或是往右靠 但是... 你知道那個場地就這麼大 所以你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所以最好就是丟手榴彈 或是用十字弩炸他吧 我有試過拿... Killer7 射那個鐵巨人 那我那個... 彈夾全清空他都還沒倒啊 太硬了寶貝 哇... 哇... 我在礦車這邊失誤真的是我... 覺得自己最丟臉的一次 因為就... 有失敗過一次 因為左邊那個電鋸 我...我貪槍嘛 我貪槍是打那些礦車 然後導致我彈藥量沒算好 然後這邊reload一下 然後打他礦車 礦車差不多5到6槍吧 等一下他下一次出現 因為他礦車就快爛了 好...全點掉刷準度 因為前面沒啥 就一個拿炸彈的怪人在前面等我們 沒事啊 這MVR可能是最難的 喔...剛剛有卡一下 那是遊戲卡 遊戲卡不是錄影卡 我那時候以為會當掉 我想說... 哇...我好不容易過巨人 那種情況沒有 就只是小盾一下 嚇到我 我還是得說 VR在這邊真的 蠻有難度的 刷庫 第三槍中 耶 VR在這邊難度 就是因為那個瑞奈 就算你在VR裡 那個準星也是很難看 他準星超... 他的鐵苗超小一顆 你要拿很近 你要拿很近才可以用 比較好用 貼在臉上吧 就是... 手槍開槍會撞到你 比兩那一張距離 這樣兩槍把他帶走 所以就VR解法... VR有多兩顆子彈啊 但解法就是... 連射他們礦車才是最佳解法 因為太遠真的很不好瞄 VR 然後這邊就慢慢點吧 然後... 這個小怪在那個... 過這個... 障礙物喔 那個木頭之後他們... 那個礦車都不知道為什麼 拿來的力量會加速一下 超奇怪 要打電鋸了 要打電鋸了 不存在的電鋸人 不存在的電鋸人 空氣人 這邊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很長的讀取畫面吧 呵... 方 巴咚 這音效做得很好耶 巴咚 不是我喊出來 而是說剛那個... 換鬼套的聲音 好這邊... 打蟲的緊張點就是... 全部蟲都清理就不會緊張 還有最後一個... 往商人那一條路喔 如果不快點往前那個蟲會是伸出來 然後會站在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就把我臉抓爛對不對 好這邊就慢慢打 正好路易斯... 路易斯先過去其實也蠻不錯的 要不然他每次都跑好慢 還要等他 我想作者也是這麼想 所以才先把他放到後面 讓他...讓他帶命般... 帶命用餐 因為他要領便當 呵呵... 帶命用餐 好這邊就先點一點了 然後上面會飛出來這些小混蛋 那個火焰槍我就沒有... 沒有要用阿 如果我想到好用的地方我再用 因為他耗彈量太快了 導致... 使用度不高 可能射一射就把他送回去 還佔那個格子空間 好這邊打... 打蔥阿... 一槍頭他們就直接下去了 就不用花太多彈藥了 雖然撿不到東西但是沒什麼差 往前... 佔位置... 打...蔥卵... 走到這邊還會剩一隻喔 然後等一下打U3有一個... 大細節阿... 就是要...要... 至少一顆閃光彈吧 你不留一顆閃光彈的話 要不然等一下打U3的時候 你一觸發他是會有四隻 還有五隻蟲來找你的 但是你一顆閃光彈 他就...就直接全都掉下去 一起...一起死掉了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打法 你就可以專注打U3 但是我還是很緊張 那個蟲會不會有莫名其妙的 從那個... 蟲卵裡面跑出來 蟲巢啦 好這邊就一個一個把他們送回地府阿 然後可以打那個巨彈 大巨彈 Nice 然後... 把剩下的蟲都幹一幹了 說... 塞掉了 阿... 點頭... 嘿嘿 喔... 這邊沒算好位置 太差勁了 能確認他死了 好... 因為他們都會飛得很奇怪 然後我就突然死掉了 不是死掉 是被打到 阿...算了... 我的被打到就是... 已經被認定我死亡了 OK... 拿一下... 喔... 有塞到... 賣格隆彈藥... 最爽... 這局還蠻賺的啦 我有遇到一局更賺 超多賣格隆 不知道到底殺小... 這邊往中間丟閃 右邊... 蟲就全部下去了 然後朝他臉射八... 八至九發 要看有沒有暴擊阿 有暴擊就八發嘛 這邊沒暴擊所以打了九發 你也可以再貪一點 打八發的時候 然後剩下靠仙彈槍打 但是... 如果你... 如果你也是想當無傷的人 那我就不建議這麼做了 一切以... 自己安全為主 好...這邊就小小心了 我這邊看會不會有蟲偷跑過來 然後看一下... 沒啥事我就走了 好...走過來槍綁 就這樣處理啦 阿阿阿...肉搓 沒搓到... 命中率減... 餓死... 然後等下出去的那個... 那條路還蠻危險 有時候會有蟲跑過來 我真的不知道為啥 然後有時候又沒有喔 這次有嗎 有耶... 有阿這次又有蟲 結果有時候他們會突然跑出來 這應該是新家的 要不然他們... 他們不可能會在那裡 這邊就故意放一個 然後讓你卡在中間開槍 然後就被壓到 然後這邊就... 然後這邊就... 固定了兩隻阿 然後再看會不會偷飛過來 主要是下面有... 新家的三隻阿 這邊先清掉那一隻 然後沾這邊 然後... 下面會有三劍客 往我這邊飛阿 小劍貨門 然後... 把門送下去阿 OK 點他 好... 他位置沒有被變 他就是直接往下滑 如果打對地方的話 好像打頭吧 OK 然後剩下就是我最緊張 我個人最緊張的 因為沒有人能懂我的感受 就是... 打克勞斯為什麼 對我來說好像很難 因為就真的很難 因為我就是會覺得 我會被他砍 然後就每次都被砍 阿沒有...沒關係阿 這次...這次成功 因為我穩渣穩打 就... 升一下... 那個... 火力阿 小刀火力 然後小刀就可以拿來開槍 變那個衝槍 魔物獵人士吧 OK就可以走了 我這個... 呃... 其實小刀全生那個火力的話 這樣講超怪 傷害了 其實也不錯啦 也可以賣掉 我剛剛架他的刀 你怎麼沒幫我 煩他也要死 呵呵 來民犯用殘 慢慢打出他兩刀了 然後這...VR最難按的 但...鍵盤... 手把都還好 VR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手把那個按鍵 超級難按 很硬 超硬的 真的不知道卡布康在想什麼 還要一樣連點 好 往前跑他一定灰 然後擋他一定暈 這邊主要是靠體術啦 體術踢他5次他的血 就會突然被扣超多 踢5次就... 差不多要定勝負了 但是戳幾下 雖然沒造成多大的傷害 但是還是能扣就扣了 好 贏了 我剛剛講什麼 刀的... 喔 刀阿 刀就算那個傷害 你升滿了還是可以賣 賣了然後再買回來 再生一點耐久 這樣你可以收回一點成本 還不錯 就看個人要不要這樣 好 沒受傷 我覺得... 覺得最麻煩的一張 之一阿 主要是我沒有拿十字弩出來用 搞不好用了之後 那個巨人其實... 其實還蠻好打的 但是我不想那麼浪費就是 直接... 一個靠運氣過關 好 這邊挑一個喜歡的唇 快點挑阿 碰了就要買 OK 這就是... 練習用存檔 把它存下去 好 下一張就比較簡單啦 然後一樣不用金彈 不用火箭筒 再見 嗨 你好 又是那個... 失敗片段大合集阿 這次有三分鐘 我的天阿 這第十一章已經重來的有點痛苦了 這邊就是... 拍桌子 然後這邊就是巨人展示一下這個... 那個... 我被追蹤導彈追蹤是什麼感覺 我永遠逃不了 再展示一下我被追蹤導彈追蹤是什麼感覺 別追蹤者奧 STARS 然後這邊就... 這邊就怎樣了 這邊就是... 我沒退路了 呵 然後這邊就是... 一樣追蹤導彈又要來追我了 然後... 我沒有注意他的動作就這樣 因為要顧太多人 嘿嘿嘿 This way here 然後先把他射這樣來回射 然後就運氣很好的 剛好卡在他準備揮我的動作 就直接自暴自棄模式被他搖搖 啊... KIMOCHI DESU 神座 電鋸老祖阿 砰 然後這邊就是火焰瓶大助攻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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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這是甚麼聲音 這是那個... 惡靈四立二你玩特肝 有那個... 吐到的聲音 就是有加分的聲音 叮叮叮! OK 這邊就是刷庫 然後被.. 被... 被刷庫 炸彈 大助攻 直接撲到阿嬤身上 這邊就是很基本會失敗的小失誤而已 就是被重揮到 這邊沒把人控好 跑到裡面就會打得很慘 因為沒有炸藥幫你打人 然後他把麥格隆箱子撞爆 我就已經自暴自棄掛機站著不想動了 我就黑化那個甩槍然後又一直被霸凌 Why you bullying me 對這邊是 開場也算練蠻久的 因為這邊人沒控好真的會很麻煩 然後有一次有個混蛋把我那個箱子炸爆 我又開始自暴自棄 隨便你砍 那時候我忘了關那個麥克風 直接進來 這是我老舊打法 之一阿先丟閃光彈爛打法 然後這邊耍褲 他刀到我了 阿 他死掉的時候那個電鋸是打到我們 然後這邊就是普通被敲 普通被化到 啊啊啊啊啊 蹦 一切 造就一切都很正常 什麼事都沒有 跑蹲跑酷嗎 職業選手了 這什麼區配機制 炮槍射到他的鐵墊去 啊啊怎麼會那麼快 啊他死了啊我碰到他的 他的 重要部位 啊我要跑被撞被揮 我這邊就是還在練那個 要耍褲把他那個 火擋回去的樣子 然後這邊我真的覺得打很醜 然後就放棄了 這點不死的牛偷人 然後我又被燒我就好醜 那就再來一次了 哇好酷喔 這邊沒擋到是因為站的不夠前面 啊這邊就是 啊這邊就是 我忘了升級忘了賣東西 然後我直接衝來